接下来讨论一下北戴尔会议 每年到这个时候 8月9月的时候 北戴尔会议总是会被提出来 现在在央视 我们的题目是说习近平跟纵观集体消失 那比较明显的就是证据常规 中央办理主任蔡奇在8月3号 在北戴尔接近了58位 参与今年北戴尔会议的专家人才 所以这个会到底要怎么开 要开什么以什么为目的 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市民怎么看待今年的北戴尔会议 在目前这个刚刚开完20大三中全会 又开完证据会议 然后紧接着马上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要登场了 你怎么看 首先我就不知道这个会是哪些人参加 或者是讨论些什么东西 虽然我在国内也有几个朋友 也都是有资格参加这个会的 同学也好朋友也好 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小孩 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微信聊天的时候 我从来不会问这些问题 你问这些问题 你到底是要做哪一方的代理人呢 不光是在你这个节目上面 就问了你就逼人家撒谎 或者人家不撒谎人家就犯法 但是呢 每当有这个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谣言 就跟那个题目一样的 比如说人民日报上呢 习近平呢是天天出现 你呢嫌烦 这是搞个人充斑 看到三天不出现呢 很多人又开始要胡思乱想了 什么中锋啊 什么军人政变啊 器官移植啊 就出事了 就不一而足 真可谓就所谓的三日无菌 而恍恍然 待到下次呢 他又出现了 于是呢 就就开始要比对 他的眼睛又怎么样了 耳朵又怎么样了 那个腿形又如何如何了 对吧 就要拿一些替身的故事 来圆前面那些讲错那些 那些谎了 那就这么一些事 就所谓的很多中国问题专家 在美国的 在西方的吧 就不好好研究中国问题 就天天呢 总是用幻想来代替现实 希望一些什么习下礼上啊 就人心所向天灭中国啊 这一类的事情 就是把希望就建立在一些谎言上 建立一些一些谣言上面 就这样怎么可能 去了解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呢 就北戴河会议 我们根本不必讨论 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里面的情况 如果谁告诉你了 要么是假情报 要么就是造谣 我不相信现在哪一个参加北戴河会议的人 有资格的 会把这些情况呢 告诉海外的这些自媒体的人 退回去10年20年有可能 那个时候中国呢管的不是那么严 所谓的出口转内销 党内有各种派别在斗来斗去 要用这些消息呢去 去黑另外一派 或者做各种事 江派也好团派也好 都是各种各样的派别 现在基本上派别都被收拾了 就习在党内没有成型的敌人了 他唯一的敌人就他的身体 所以现在造谣的人呢 也挺会造的 对吧 最开始说他说他笨 后来说他坏 现在呢就是他要死了 就也看到这一点 他最大敌人就是他的身体状况 而他的身体状况本身也是一个秘密 人们不可能知道 这个恒金怎么看 这个北戴河会议啊 这个不过今年我看了一下 他是邀请了青大 这个智能学院的院长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你让我先说两个 因为呢我们在对着一个比较虚假的题目 在说事 我已经说了有十年了 习上来之后呢 有一个公开的中央文件 说从从2012年 从2013年开始 终止中央夏季北戴河办公 你们现在随手这个这个搜索一下 就可以看到 是这是公开发出的文件 所以呢 我在推上已经说了好几回了 好几年前都说 就不存在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在夏季不开中央的任何会 他们只存在一个北戴河休假 就这个期间 比方说中央说北京也很热 北戴河可能稍微凉快一点 大家在那可能有些个可以去聚一下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地方 这个然后呢就去聚一下 或者是跑到那去休息几天 大概是半个月二十天的吧 就从八月开始到八月 八月初开始到八月底顶多了 顶多是这一个月 这一个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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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共呢 会召集一些个专家去休假 这个是历年都有的 我记得这个最早 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 还有比方说 温家宝啊 在那去会见 这个这个 这个在北戴河休假的各种科技界 什么之类的 这次是赛奇去会见了一批这样的专家 这个呢 是由国家出钱的 他们都是拿政府军贴的 或者什么样的人 有什么突出贡献的 然后呢 这个跑到 就像那个天安门 举行什么 重大仪式 天安门管理台 那个票一样 国内会有一些人 比方说上千人 或者说少于一千人的 这样的几百人规模的 各个领域的专家 会得到这个 党中央的照顾 让他们到夏季的时候 到北戴河休假 这个休假呢 会有一个中央常委级的人 去表达慰问 以资鼓励 勉励等等 今年的这个事呢 已经做过了 这个 这个 这就是赛奇 就去干了这个事 那是不是这个 这个在这之后 还会有其他的消息 我我回忆去年前年 就没有除了这个 这个中央领导 会见部分专家代表 这件新闻之外 北戴河之外 之后再没有任何行为 就是因为他没有会 因为你如果你天然认为 北戴河有一个会的话 就会分析出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会是 是由习近平一上台 公开发的中央文件 这个这个正式对外公告的 就是要结束 这个中央北戴河 就是夏季办公 就没有这件事了 所以不会在那开会 我不知道这个研究 北戴河会议是怎么回事 你研究北戴河现象可以 北戴河是还仍然 有些人去休假 有些人去 去这个 这个这个 有些 有党中央 安排的专家 跑到那去休假 休假当中 有些什么故事 会不会有些老头啊 什么凑过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私底下有点什么聚会 那我们不知道 大概传闻都是这些东西 我就我就插一句话 你刚才本来 很好很好 韦东 那何欣怎么看呢 不管是刚才韦东提到的 北戴河现象啊 或者是北戴河这个 这个旁观 很多人的谣言啊 所以我们题目提到了 北戴河而已 我们并没有讲会议啊 你怎么看今年的北戴河 因为呢 这个 北戴河呢 他这个开不开会啊 其实呢 是个形式 但是北戴河呢 这些高官 还有原来退休的元老呢 到那个地方呢 去休假 实际上呢 是作为一个 非正式的这种交流 这个呢 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很 就是说这个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一件事情 也都是公开的秘密 因为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历史当中 这个他执政以后 这些高官 最后呢 底下见面 这个是非常困难 除非呢 是这个家庭之间的一些关系 但是这种呢 相互之间的能够见面 这个机会呢 是非常少的 因为都是被认定的 可能会被认定成这个团团伙伙 搞这个小宗派呀 这样的事情 反对党中央 但是呢 这个在北戴河呢 就提供了这么一个 大家修建 在轻松的气氛当中呢 可以交流一些想法 交流一些看法 这样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不管是说正式开会 像原来毛泽东时期 还是说呢 这个取消了这个北戴河会议 这个 但是呢 大家呢 到那个地方去交流 这个呢 应该是一个不争的 这个这个事实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这段时间呢 这个外交部 这个例行记者会 也修会了 从这个8月5号 到8月19号之前 哎 他修会了 这也是第一次啊 说对外通报 说我们修会了 哎 然后呢 这个接着啊 在去年 刚才说呢 说呢 没开会 没开会呢 这个 伟东说 这个 这个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 如果说没有聚会 但是去年呢 就是 这些中国的高官呢 其实都聚在了 北戴河 都聚在那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 在那个时候 在这个 中国各地闹水灾 哎 闹水灾之后 中央一直不 一直不出来 一直没有人去看 一直没有人去 所谓指导救灾 后来呢 这个时候就 谣言就出来了 对吧 谣言 打引号的啊 这时候呢 谣言就出来 哎 说大家呢 都干嘛 都在北戴河 那议事 对吧 都在议事 所以呢 就引起了 民间的强烈的 不满 包括去年 水灾闹到了 就像这个 北京的门头沟啊 然后呢 这个河北 和北京交界的 宝定地区啊 卓州地区啊 后来那个时候 就提出来 要保卫雄安 所以呢 把这个 永定河的 和其他 小青河的水 这个河堤扒了 最后呢 淹了底下几个县 像这样的事情 都出现了 哎 结果这么大的事情啊 哎 中央不出来 对吧 没有人来管 没有人来 最后当时去指导 这个问题 哎 解决这些问题 哎 结果引起大家的 这个强烈的 这个呼唤 但是呢 应该说 那个时候啊 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看 他们在北戴河 商量的事啊 肯定 比这个 水灾来的重要 对吧 因为水灾 死几个 这个 这个 普通老百姓 死几个 这个 这个 韭菜 不算什么 但是他们要在那 要议定他们的事情 所以呢 这件事情 引起了 这个 普通老百姓 强烈的 所以我想啊 那 这种情况呢 实际上你说 这个现在呢 中国领导人 确实集体消失了 消失到哪 大家都在猜了 是吧 都跑到了这个 北戴河 北戴河呢 虽然不开会 没有正式的 开三中全会 这样的会 但是底下的交流 底下的这种 讨论 议事 肯定是要做的 当然 反过来看啊 中央 中共中央的 这个领导干部呢 没有正式的 这种休假的 这个制度 至少我们外界 看不到 但是美国 美国啊 西方政府呢 这个官员呢 实际上是有的 因为呢 做这个 做这个 政府高官的话 会非常累 对吧 非常累 24小时 7天 都要做工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累 那你看美国政府呢 我们所经常看到的 你像川普经常去打高尔夫啊 这个 奥巴马经常去打高尔夫啊 确实在办公室 在白宫 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情 太累了 所以呢 需要换 换换 orden 后面有法定假期 到大为 没错 没错 还有法定假期 你要省着 我们叫做PTO 是吧 pay的time out 是吧 就是你去休假 还得照样发工资呢 照样领工资呢 对吧 跟我们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正常的 但是呢 中国这种呢 说我们都是全天候 24小时 7天工作 从来不歇假 那个确实会把身体搞 搞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当然说谣言满天飞 谣言满天飞是因为不透明 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美国这边 你说总统到戴威营去休假 或者是总统到夏威夷 到福利达去打高尔夫 都有记者会跟他 他会跟大家打招呼 会跟记者有见面 所以别人也知道 另外白宫会有发言 会有明确的讨论 所以我想之所以 说出来那么多的谣言 一个是大家希望 这些谣言成真 另外一个也确实是 他自己不透明 所以自然谣言 就是会不断的跟着他 专家学者每年都有 去年找了比较知名的 钟南山跟张伯里 今年找了清大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这个姚琪志 还有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薛琪坤 那当然不过伟东根 刚才那个社民也提到了 这整个习近平上来之后 整个北戴河的这种 不管办公也好 休假也好 他政治功能是早已弱化 你怎么看他 我觉得说的不对 他们 就是北戴河会议2003年 胡锦涛是郑重做决事 决议取消 暑期北戴河办公制度 就是那个暑假办公制度 2003年中央是有文件的 不是个201几年的事 好像习近平给习近平 那样贴金 这个实际上 就是北戴河这个地方 实际上有两次 两个阶段曾经是中国 比较重要的时候 就是先说北戴河开会 做出的大决定 这事从来就没有 从来就没有过 共产党呢 真正就是胡锦涛先生说过 共产党开会是不做决定 都是落实决定的 共产党决定都是策划于密室 在这个阴谋诡计搞出来的决定 这种决定呢 在北戴河是完全是 跟主要领导在哪有关 所以北戴河办公呢 当时一呢 你可以看所有回忆 北戴河办公的文章 在网上你查能查到 共产党这个北戴河 在毛泽东时候 是因为毛泽东喜欢北戴河 那是因为没有空调 北戴河比较凉快 毛泽东每次到北戴河之后 52年开始吧 在北戴河 这样的话 到了暑假的时候 大家去汇报工作 或者跟他商量怎么整人 一般都在北戴河 夏天做的决定 都是在北戴河做的决定 所以这时呢 北戴河就成立一个所谓开会 那么你说他叫不叫会呢 本来中国这个事 就正式开会这个仪式 真正的这就是 比如像邓小平家里 那个什么郑余常委 物约失教 要做出派兵戒严等等 这些大事 就是这种会议做的 说北戴河没会 我觉得这个呢 不对 这个说法 那么现在你去看出来 就是我记得 就现在就是 因为在后来 在什么时候 王纳命的时候 把北戴河会议给终止了 毛泽东把自己搞的 就是也是很神秘 他的行踪 他后来在别的地方 修了好多行踪 他在各个地方去 那么这时候北戴河 就不是他唯一地方 到了一九八几年时候 到了赵紫阳时 又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呢 这个暑期的时候呢 党中央和国务院 都到北戴河办公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一大批元老退了之后 还是要对工作做指导 于是元老在北戴河休假 中央这些人也去那 这样就可以大家一块意识商事 反正呢 这个王震说过 当时岛湖的这个密谋 他就是和这个几个人 在北戴河他们商量过的 他后来得意洋洋说的 那么所以北戴河 在那个时候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 那么后来到了中国 有空调啊 什么中南海条件 都比较好的时候呢 实际上北戴河的这个 2003年 胡锦涛做了决定 取消了北戴河的这个 办公的制作 就在北京就办公了 不需要到那个 避暑的地方去办公 那么到了习近平时候呢 这个我觉得呢 我觉得韦东和盛平说对 就是因为他要切断 自己和元老的关系 到他比较站住脚的时候 可以不理财元老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开始就 基本上不去北戴河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出来 他们还是在北戴河 接见了一些人 但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是说到底这些常委 现在集体失踪了 他们干嘛去了 你说习的报道少了 那其他常委怎么也 报道也没了呢 也少了呢 这是大家在关心的 我是觉得呢 就是三中全会之后呢 本来中国共产党 这张重要文件出来了 一个重要会议开完之后 应当各个常委也罢 政治局委员各省委属 应该马不停蹄 大张旗舞 还是宣传和落实 怎么这帮人没了呢 突然好像 我觉得党中央 怎么突然休克了呢 就是我觉得主要原因 就在于 三中全会 刚报一出来的时候 中国经济太不好 所以各省都知道 如果要是按照 习的这个三中全会 这个部署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 就要出现大问题 而出了问题 他们还要被问责任 所以我觉得习在马不停蹄 在各地在搞调研 那么在督战 想知道呢 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 是因为底下办事不利呢 办事不利要整人 如果还是呢 因为确实 他这个三中全会呢 没有考虑到接地气和通人性 那他就要做退却和调整 那共产党领导人 不管多强势 包括斯大林也罢 毛泽东也罢 金家三代 领导人也罢 如果一旦真的经济出了大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得退却 所以你看最近 李强又搞了个消费二条 这个消费二条很有意思啊 不再提政治性的口号 什么四个意识两个 维护不提了 过去国务院文件呢 在李强时候都要提这个东西 那办的是实事 但是前面都要打一些 虚头巴脑的口号出来 这次就没有 那我觉得呢 就说明什么呢 习现在有点举气不定 是退却呢 三中全会刚吹响一个进军号角 产业结构升级 什么的 结果呢 现在他有经济形象 他要退呢 还是说他要发起政治运动证人 毛泽东当时庐山会议 就是一个转折点嘛 这个盛平是最熟悉了 他对很多的调研这方面 对吧 本来是想退 结果叫彭德怀那么一折腾他 他就吹响号角 结果到62年 他还得退 所以我觉得 现在呢 就是谣言出来呢 我从于恒青说法 你最好不出谣言 就是你定期发表公告 说比如像美国总统似的 对吧 你每天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你的发言人会介绍 在干什么 如实的回答 那个媒体提出问题 这样就没什么谣言 就这样当然还有谣言了 对吧 现在还说自媒体谣言满天飞 但是 所以我觉得呢 北戴河呢 现在肯定习是在忙大事 在不在北戴河不重要 现在为什么常委 还有这些都消失呢 就因为当习在举期不定的时候 因为大家要看齐 现在看齐这个脑袋没了 他现在不说话 退还是不退 那这样的话 大家谁也不敢说话 说错了怎么办 所以要 这头不说话呢 谁也不敢说话 所以我才觉得形成了 今天我们这个格局 我想这大概是和平 想知道呢 这个讨论 说为什么现在 中国好像政治上 高层突然就都消失了 那么 而谣言给谣言满天飞 也没果 也不管了 我看了一下那个官媒的报道 新方式提到今天请专家学者来的题目是爱国奋斗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为什么定爱国奋斗 来和您多明一下 我补充一点啊 君涛 你刚才讲呢 那个高层呢都disappear了 但是现在呢 从三中全会以后啊 至今每天呢都会有两到三个 这个从省部级的 部长级的这个人呢 现在他们组了一个叫三中全会学习宣讲团 都是各个部的部长 这个这一层呢 现在呢到全国各地 还有他本部门去进行宣讲 都在那呢 在讲呢 要坚持两个维护 要按照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具体做法 准备过起日子 然后还要最后一步一步取得胜利 基本上是这样 好 这个北戴尔 我们讨论了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 对政治功能到目前为止 东南海的政治功能到底怎么样 好